那如果从AI的角度来讲 该表演的这些所谓的一个 主旋律的那些主角 几乎都已经上场过了 那甚至视角也都上场过了 但是还有一个没有表现 它也是属于AI的题材 比如说 你来讲 现在外资已经都调高 它唯一没进了 其实目标价也都调高了 为什么 因为 它的最坏最坏 在第三季已经结束了 你看这是投信一路门 到现在一路门 完全没有卖 但是后来我发现 其实太多指标 其实反而会删掉一些好的公司 所以现在就是化繁为简 就是两个重点 你挑到好的公司 你还要知道 什么时候是我该进场的信号 它的股价跟它的 一季的平均成本线 比较靠近的时候就是可以买 那它如果股价 超过这个 一季的平均成本线太多 那我这边自己的设定是 以上 那我就会先暂停买入它 各位喜欢小宇宙大爆发财经单元的朋友们 最近一定要注意注意 我本人廖盈婷 还有本节目小宇宙大爆发 绝对没有所谓的LINE群组 也没有开任何的脸书社团 甚至不会留电话来跟你联络 这一切都是诈骗的阴谋 如果你支持我们节目 请用观看来支持我们 来挺我们 千万不要让诈骗集团给得逞喔 小宇宙大爆发 生活烦恼一一提发 大家好 我是盈婷 一篮子股票 我们下一句话就会接 它可以分散风险 但是如果你选一篮子错误的股票 它就会增加非常多的风险 所以很多人说 为了降低风险 我就选一篮子股票的ETF 总不会错吧 就算赔也不会赔到太多 但如果你是选择错误的ETF 然后你还做了存股跟它长相厮守 这时间一拉长了 你不是只是赔了股价 你赔上的是你大把的青春啊 这个损失可能更大哦 所以今天我们锁定哦 怎么样挑选更好的ETF 或者是你自创一组ETF 挑出了真正好的公司 然后做他的股东 一起来赚钱 而且呢可以让你的获利单倍呢 今天我们两位达人 来一起跟我们分享咯 首先欢迎我们车库达人老吴 大家好我是老吴 还有好朋友谢哥 你好大家好 我要讲到一篮子股票 真的我真的个人比较懒 个股有时候偶尔会研究 但是有些人会觉得 研究个股呢 自己有时候赚钱的 还蛮有成就感的哦 那我们今天就来告诉大家 怎么样挑选个股 怎么样来组成你的ETF 或者是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 那挑选怎么样的ETF 对你是最有利的 先来聊聊老吴 你知道吗 老吴他大概前面5年的时间 真的是在股市里面 真的遭总白忙一场 但是后面慢慢的成绩不错 透过了存股 然后现在每个月的被动收入 4万块钱 4万块钱很多人薪水 可能还不到4万哦 但是投资的历程是怎么演变的 就是一开始主要还是想法很简单 就是想要快速的赚钱 那但是什么都不懂 那还有遇到了贵人 那贵人 我朋友跟我说 你股票没有认识 几档没关系 然后筹码面 基本面 技术面 不会也没关系 你只要会猜涨跌 你就可以在台子期赚钱 等一下 我有问题 你是遇到贵人 还是遇到贵 堵到贵人 对 刚考签证 就是那种另类的贵人 然后我就开始想说 猜涨跌 不是涨后跌 好像不会太难 然后就开始我的期货的生涯 所以你开始是进入期货市场 对 因为股票不懂 就他说你只要猜涨跌 你就可以赚钱 那就这样很顺利的 就过了一年就赔了二三十万 所以你是2014年进入了股市 小台企 是你人生的开始 对 然后一年就开始准备 那个sayonara 对 因为到2015年有一次我吓到 就是在盘中跌了五百多点 那时候我想说原来台股可以这样跌 因为那时候我还是在玩期货 所以就有吓到 然后就想说不然改做一些 比较保守一点的股票好了 那因为心脏已经受过那种 期货的震动 所以一开始买股票的时候 会觉得不动 就是怎么那么慢 然后就开始融资 然后做当冲 对 守着是当冲哦 对 然后当冲 就也是这样陆陆续续 又过了五年 四年到五年这样 有一次 印象比较深刻的也是 在当冲的时候 因为凹单 然后到最后一天就赔了三十几万 那一次就是让我觉悟了 对 就是想说 我真的不行这样在做短线 真的到时候可能会跑路 在古海上浮浮沉沉的 因为2014年是你进厂 但那时候他还是学生哦 学生就跟你来一个小台旗 那损失了一年之后呢 他又重新的省事自己的人生 那你要稳健一点啊 那也刚好你进到职场 有工作了 感觉有底气了 对 那你就做 你用融资哦 去买那个台湾50反一哦 对因为那时候有一次被那个 因为之前多数都是做多 那做多都一直赔钱 我想说那就做空好了 那就开始买反一 然后一路买 然后大盘就一路涨涨 大概被套了一年多吧 哦天啊 被套一年多 之后后来就 开始到2019年的时候 我就想说应该我就开始仔细的思考长期投资这件事情 那就是选好公司 我尽量执行的策略就是只买尽量不卖 对那做了两三年之后 渐渐有成果 然后也有一些心得 然后也会在粉专上面跟大家分享 对我觉得你胆子真的挺大的 因为你是从学生开始 然后进到职场 在第一份工作 然后你买反一 然后也是用融资买的 然后接下来又信贷 再去买全装 就真的很敢 但是这个挫折也让你知道说 后面要更审慎了 所以挑公司对人员就变得很重要了 憲哥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啊 因为以挑选ETF来讲的话 方向很多元哦 对那我们再挑的时候要怎么注意 那一般来讲 如果说想要买的ETF的人 ETF其实你刚刚讲到就没有成就感 其实不会 你只要有赚钱就有成就感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成就感跟赚钱很重要 那ETF一般来讲 最近台湾的一个股市 我们的电子股来讲 占我们大盘差不多将近 将近79% 所以其实你就往电子股这个角度去看 那台湾的电子股 电子产业 不管是上游中游下游 现在几乎都跟国际接轨 所以你如果刚刚有人在讲说 你看AI在涨 我就去买AI的一个ETF 然后我看电动车在涨 我就去买电动车 比如说去年我看到圆宇宙 我就去买圆宇宙也可以 但是你还是有一些需要遵守的一些固定的标准 比如说我们现在规模越大越好 对那有一些刚出来的时候 他的一个规模很小 不到两亿 那你要小心到时候会下市 这第一个 第二个你两亿他有什么有分散的 他根本没有分散的能力 就像今天云廷我给你一个两亿 你说你当一个基金经理人 你怎么去买 你能够买几檔股票买五档 那五档不如我们自己来买 我们也可以买到五档 对不对 所以没有真正的一个分散 那另外的话选择原型的ETF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我举0050来讲 那0050到今年刚好是二十年 那很多人在0050里面都赚到钱 那0050后来他有花一个0050两倍的 还有一个0050反向的 就刚刚他们那时候做空的 他买过的 我跟你说绝对不要买 尤其是小白小直男 你绝对不要买 因为你想想看 你一个基金的规模是固定的 我0050我整个收 假设一百亿 那我就已经0050 我已经买了一百亿 买到八十亿九十亿都已经买满了 那你反的我要 我要怎么去做反的 我当然是期货放空啊 对不对 那期货是每个月在结算 他都有成本啊 那你说两倍 我怎么去买两倍 我都已经买满了 我难道去跟银行在做融资吗 那另外的话管理会 这个要斤斤计较 因为我们都小只男女 我们也都是穷人家小孩 所以我们每一块钱 都是我们的血汗钱 比如说0050 他的一个管理会是零点四六 全部加起来 也就是你如果买一百万的话 一年你付四千六百块 但是零零五零正二的话是一点三七 这他的三倍 因为我刚刚讲嘛 他要期货的汇用嘛 所以他就加进去 一直加加加 全部都是谁买单 都是我们买单的 所以我们常讲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来 再来管理会 另外的话 股价跟静止的折溢价 一般来讲 其实在ETF里面 没有技术面可言 因为他是所有的股票的组合嘛 那怎么会有什么技术面可言 他最主要是看静止 所以静止如果今天是十五块 那今天股价已经拉到十五块五 有时候会冲过头 就像你开车一样冲过头 那你如果觉得说 怎么这两天冲那么多 你就先卖一下 那有时候十五块 因为市场大家都很悲观 掉到十四块七 那你就加减买 就是折价跟溢价的一个概念 就从这边开始 但是其实有时候也关乎 我们自己的荷包 还有我们资产的配置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划分 那首先如果你是小只 小只男女的话 你可能一个月可以存三千五千 那就定期定额 定期定额 你如果觉得技术不错的话 还是说你在上班的时候 可以稍微偷看一下 偷瞄一下 老板不会知道 那你就可以去追求 我们刚刚讲的 AI在涨 我就追AI 一两个月 我发现AI到顶了 股票都涨三倍了 还不到顶 不然要多好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就赶快下车 再去等下一班车 那下一班车 我们搞不好就是什么电动车 什么其他的一个族群出来的 你可以用这样方式 那这样的话 让你的资金的一个 一个回转率 就像我们餐厅的 所谓的环州率 环州率越大 你就可以赚越多 但是也要看你的技术 那你如果觉得不是 你没有那个能力的话 那其实你就把钱放在哪里 你也可以买高股息的 刚开始我都买 我就来买高股息的 像今年有一档高股息的 算起来已经十几%了 已经十几%了 所以理论上来讲 高股息也不是想象那么差 那这样的话 你几乎就是可以从年头到年尾 这是你第一档 就每个月时间到就扣扣扣 所以他操作策略 你会建议说跟流行 对 一个跟流行 如果你很厉害 那不然的话 你就跟着流行 跟着市场迈动 那市场迈动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市场已经过热了 大家都在谈AI 比如说他要谈AI 吃饭也谈AI 连在厕所里面打手机也在谈AI 那这个时候你又知道 AI再下来就BI BI就BI 就死了 所以这时候就要跳船了 短进短出 那每个月来讲你就定期定额 那当你有了第一笔 第一桶金 不管这一桶金是大小 可能是十万二十万 那你的话 你就可以养第二支了 你就可以开始养第二支 你这股息配的股息 现在有很多的季配的 就是你一年配四次 那你就可以去养第二支 第二支的话 你也可以只有买债券 买那种高股息的 那另外你一半的话 就自己去操作 因为你觉得你操作以后 非常的上手 当你有第二支以后 你就有第三支了 比如说最近十年难得的 我们知道所有的债券 大家知道未来两年到三年的时间 可以有40%到50%的获利 那你就可以把部分的所有的一个赚的钱 全部都去压债券的一个基金 那因为台湾的债券都是后面有一个ABC的V 那这个V代表海外 那海外的话 你包括什么健保费 补充保费都不用备口 而且你一年的获利 没有超过六百七十万的话 也不会并入你的高手的 如果你是高科技的人员 你一年比如说联化科 你平均一年零两三百万 那你的税率很高 三十一%多 所以这个时候也不会 那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变成三党 你刚刚说小资 我定期定额嘛 那到了这个中资 因为我可以用高股息配热门题材 就分两个 对大资有热门题材 又有高股息 那又用美债的ETF 他的钱要资金要怎么分配 就你可以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也可以嘛 比如说你美债的话 这个矿子是两年半到三年不动 那你高股息的话 你可以一年改变一下 比如说他配息以后 因为高股息本身 他的资本利的理论上 我讲的是理论上 是比较不会动的 因为我最主要是针对配息 比如说我看长榮 配了七十块 我买了长榮 那他要完全填息才有用 他没有填息的话 你的资本利的还不算 我们台湾的配息的习惯是这样子 所以理论上 我们从过去拉长时间来讲 高股息他的资本利的是比较少的 但是现在来讲 都有一个平准的一个配息制度 所以我跟你讲 第一季我年龄率五趴的话 那我一年加起来就是五趴 那我如果说像有一些 你还可以看他说 他还有多少钱没有配 那你就可以抓他未来 他几乎是跟你打保证的 打保单的 所以你一年要八趴九趴 很简单 那除了做市场上 适度的资产分配之外 那小资组也要注意啊 你刚才说要有流行的嗅觉 要很灵敏 可是有时候人家讲流行东西 你明天买你就刚好被割韭菜 对那我举电动车来讲电动车国内有蛮多的一个电动车 但是为什么最近有一只新的电动车 他短短的时间涨了二十四趴 因为他把比亚迪列进来 那以前的电动车几乎都是特斯拉的天下 所以市场在改变 如果他的持股没有改变的话 你还是要小心 所以要常常去注意他的一个持股的改变 那现在有一档股票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就是所谓的ESG永续经营 那这档股票来讲 目前来讲永续经营有七家 那有七家这一档 他的一个整个最多 他的总规模是两千一百八十五亿 那七家的总规模差不多两千八百亿 所以他几乎占了八成以上 他的钱真的非常的多 另外他的前面的十档股票 我给他查一下 他有八档都是跟AI有关系 所以这次也涨得很高 所以他变成有一点永续经营又加上 对这个就是你在做功课的时候 如果可以做到这样的细的话 那你就到处都赚钱左右风炎 对就是重要的题材 他一次难过两个 会让你觉得至少存股存他 不会存个寂寞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讲到像老吴 在小吴的时候呢 年轻轻的时候呢 乱乱买啊赔了不少钱 但是幸好现在已经稳定了 那他所谓的自主ETF 又是怎么去调配 可以让自己呢 每个月的被动收入拿到四万块 一开始的话我是希望 希望透过比较多的指标来选出一些 比较好的公司 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太多指标 其实反而会删掉一些好的公司 对一开始我 我觉得人之常情哦 因为我在挑股票的时候 也是希望他每一个指标都是最棒 最棒的 但是问题是就很难 你挑了这些都是很严格耶 对一开始就包含了有六项嘛 那后来我发现其实ROE要连续五年超过10% ROE就是就是股东权益报酬率 就是公司帮股东赚钱的效率 所以10%就是每100块赚10块 然后要连续五年 对对这已经算是蛮严格的指标 就是如果有这个的话 那第二个指标呢 就是连续五年都要获利 对那连续五年获利的话 这个也是公司获利才可以配得出股息 对那这个这两个的话 就是代表公司的体质 那第三到第六项呢 原本我一开始也是觉得还蛮重要 那后来我经过里面再去仔细的看了之后 发现其实有一些好的公司 他不一定能达到三到六项 那三到六项也没有 那么对比较好的公司来说 也并不一定要有这一些项目 比如说第三项是董益持股比例要大于10% 那这个规模比较大的金控股 比如说中信金国泰金 他们的董监持股比例是没有办法到达10%以上的 对所以如果把这个设成筛选条件的话 那就会错过他们 就会有几档很棒的股票 很好的公司你没办法掌握他 对那再来是毛利率的部分 那毛利率的话主要呢 是自己跟自己比 或是自己跟同产业比 那如果是把全部的台股加起来一起比 然后又设定一个20%给他 那比较不公平 因为每一个公司的获利模式不一样 对那如果你设定20%的话 你可能就会错过一些通路股 然后错过一些电子的代工股 那他们也都是有稳定获利的 而且细水长流做得更久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又这个条件太严苛了 对那现金殖利率的部分就是 一开始我也有那个现金殖利率的迷思 就是觉得殖利率越高越好 但是有我已经有吉兰股票是 买了比较高的现金殖利率 那持有一年两年 那他总报酬率都还是负值 然后我就意识到 殖利率不等于获利率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他可以拿来参考 但是不要把它当做一个指标 那股价的部分就是一开始自己有心魔 就是觉得高价股跌下来都很恐怖 对所以就不敢买超过80块了 但是其实有很多好公司 之所以会价钱那么高 因为他真的是很好的公司 像你就买不到台积电 对就是他获利比较好 或者是他成长性比较好 那你不买他的话 你就会很可惜 那透过零股慢慢买的话 是可以克服这个心魔 这个六个条件 当初你这样选股 真的是被蛇咬过 现在慢慢的离出心得了 所以现在就是化繁为简 就是两个重点 那你ROE为什么要看五年跟十年 五年或十年就是看每个人的风险承受度 如果你选十年的话就表示你比较保守一点 就是这间公司经过十年的可能有空头跟多头的走势之后 他都还可以大于10% 那这个相对比较保守 但是有时候比较保守的公司 他就会比较股价就比较平稳 比较不会动 对那如果是如果你把筛选的条件设成五年的话 那就可以筛选到一些可能近六七年才成立的公司 那他可能波动度可能会比较大 然后也会相对的也是稳定一点 然后第二个条件你现在就是看公司的这个五年或十年以上的EPS 对就叫正值 对连续赚钱的年数这样 就是如果他十年可能不符合五年符合这样可以吗 就表示近期很好啊 是这个一开始我比较保守的时候我都会选十年 那后来 新公司都没了 对对后来才会慢慢接受 就说我风险承受度变高了 然后我就选五年 对那有时候还有一个你挑到好的公司 你还要知道什么时候是我该进场的信号 对他会给你眨眼睛吗 对他会有一个参考的指标 我是用一季的平均成本线 就是这个60MA的部分 那他就是当我他的股价跟他的一季的平均成本线 比较靠近的时候 我都觉得基期都是可以接受的基期就是可以买 那他如果股价呢超过这个一季的平均成本线太多 那我这边自己的设定是10%以上 那我就会先暂停买入他 就是假设他的平均成本线是50块 那他现在股价已经超过55块了 就是大于10% 对对对我就会先暂停一下 因为有时候股价 可是这不是暂停的问题吧 如果是我会先卖他耶 也可以这个也是就看人就有些人就比较做中期的 或就是可以透过这个过热的指标来做 先卖掉那可能之后再买回来 但你现在存股的方向你好像是止进不出喔 就是你既然已经从刚刚那些严苛条件 判断出你觉得好公司你买了 那就算他现在正乖离超过10%很多 你也不动如山 通常我比较不会动 因为我操作比较佛系一点 就是就会放任他自己来看 因为你这时候卖掉了 你两三年回过头来再看 其实看起来都还是相对低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个讯号 就是说这里的管理是过大 这都还是在这个Range 10%内 所以这个地方你如果手边有钱 你可能还是会进场 对 然后这边当然一定要进场 因为已经低于那么多了 低于10%我是会买的 这是我们进出 而且这很简单的 就是用这个日K线叫出来的数值 对一般看盘软体都会有 对 这就是什么时候不能够再进场 高点不要进场 这张也很简单 那我来帮你判断 是不是这个就超过10% 我这时候不要进场 是在这之下的大概都勉勉强强 可以啊 越低越好 是 那这里也就不要进场 对对对 这样就比较 呃 持股的成本降低 风险就会降低 然后获率就会提高 这个的心得啊 基本上老吴是从小吴的时期累积过来 他慢慢的发现 我要去做这个均线的一个判断 那过去有一些错误的示范 做错的决策 像是你有几两股票 你就很后悔 没有卖在对的时机对不对 是就是 反应会比较慢一点 嗯 这一档是山林水 对就是一开始我买进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有殖利率的迷思 就是我看他前几年 2014年到2017年 他这个现金股利都配得很好 对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会配好多的现金股利 就是好公司 所以我就买进来持有 那持有大概也是两年左右 你是2019年进场的哦 对 然后持有大概两年左右 所以我就看我的报酬率都一直还是负值 哦 一开始只看这个 然后我 我看我的报酬率都是负的之后 我再回过来看这三个指标 就是ROE EPS跟毛利率 那自己跟自己比就可以 那自己跟自己比的时候发现 他其实在2016年之后 他的毛利率就会有很明显的一直往下降 对而且这个是很明显 但虽然这个是落后的指标 就是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会卖的比较慢一点 对 所以你是2019买进嘛 然后2021才卖掉哎 对 太久了 因为我们比较是偏向长期投资嘛 那当初卖你不要看这边的话 都是卖在最低点 但是后来看的时候你去发现 其实那时候卖 也还是OK的 如果可以更早反应会更好啦 对不对 因为你已经看了一两季了 发现苗头不对了 差不多就可以收了 对不对 但是因为那时候是想说做存股 所以真的给他摆个一两年 这个就比较吃亏一点点 这个是山林水 还有哪一档 还有一档是大翼交通 这个是做车灯的 那当初进场也是因为看到他的现金股利 都每年都配的不错 在这边 那所以我也是买进来存股 然后存着存着 也是存了两年之后发现 哎奇怪为什么这一档都没赚钱 但是我明明就领了很多现金股利 对然后也是看 大概是从2017年之后 他的获利跟那个毛利率 就会慢慢往下降 那这时候就我就代表 这个是整个公司的体质变了 就不是我当初认定的好公司 所以我就会停损卖掉 那献哥你自己在选股上面呢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新法 我想目前来讲大家在市场的一个潮流上还是AI 那如果从AI的角度来讲 该表演的这些所谓的一个主旋律的一些主角 几乎都已经上场过 那甚至赤脚也都上场过了 但是还有一个没有表现 他也是属于AI的题材 比如说AVF的一个载版 那载版本身他就是用AVF AVF他就是一个材料 他的材料很薄而且对导电性各方面的要求 你越来越高的一个高层次的要求 他都可以满足 所以我们来看 在国际的三大厂里面 未来的晶片的尺寸是越来越大 那里面的一些所有的 他想要的一些晶片的堆的也是越来越高 从过去的六成到八成 现在已经堆到二十四成了 所以你需要的载版 就是一层一层的载版越薄越好 然后他的导电性越高越好 耗电越少越好 干扰越小越好 所以这一些的需求造成他在二零二 2021年跟2022年 其实都是大幅的成长 也因为大幅成长 所以大家就尽量的扩长 结果去年就很差了 就是二零二三年开始就很差了 从去年开始下半年就开始差了 到现在那大部分的库存 大部分开始慢慢消化 已经接近完成了 那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来看 其实在国内的ABF里面 我们三雄就是我们来看 第一名是新兴 第二名是南电 第三名是景硕 加起来是48% 在全球占48% 所以我们也是一个算是领导的一个地位 载版的领导地位 那这三雄呢 其实在过去的反应里面 从他的基本面的角度来讲 比如说新兴来讲 现在外资已经都调高他为买进了 其实目标价也都调高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最坏最坏在第三季已经结束了 在现在的第三季结束 他第四季开始要转好了 那比如说他今年的一个资本支出本人是一百三十亿 后来好像没有花那么多 就发现说好像工工过一切有稍微收手了 所以他是第一家 那也因为他是第一家 那另外来讲南电来讲 他就第四季才会完全的脱离了谷底 那景硕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南电跟景硕是明年的第一季才会开始好转 所以他有一季的一个落差 那我们从新兴来看 那我们先看这个外资跟投信自营商加起来 目前持有新兴已经超过51% 因为我刚刚刚录影的时候再查一下 因为我们是提前做这个手板 所以已经超过51% 还在持续买进 那我们常常讲说这种法人 他的口袋就是跟我们不一样 他口袋是非常长的 所以他可以长期间的一个布局 但是也因为超过51% 他有好有坏 第一个春江水暖也要限制 那等于跟你讲说这层股票要注意了 法人都进去了 都已经进去进駐了 但是后面的一些法人 比如说云廷你这个法人已经进去 你是非常大的国外的投资公司 那我当然不跟你抬轿啊 所以他可能在这边也就差不多 差不多净崩了啦 再进去也可能有一些法人没有再进去了 那以后就要回到他的基本面 就刚刚我们看到很多法人调高 他的目标价这个角度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档股票很奇怪的景硕 我们刚刚讲说他只有占4% 对 那占4% 但是他的资本支出也是很大的 那他的真正的落底是在 今年的第四季 所以他明年才会好 但是你看 这是投信一路买 到现在 一路买 完全没有卖 那投信在想什么 当然投信是用别人的钱在买 那你想想看 因为他只有4% 他如果他扩厂再加4%的话 他是翻倍哦 哦 他的业绩是翻倍哦 4%加4%等于8% 虽然感觉不到对不对 但从原来的4%变8%那是翻倍哦 如果他再加2%就好了 4%变6%是增加百分之50哦 所以为什么法人会一直买的一个原因是在这里 所以南电的话 南电因为他目前来讲 桃园的一个农滩厂那边 他可能在做一个另外的生产线的一个改变 所以南电也是第四季是一个谷底 也是到明年才会好 所以你现在就先看新鲜 然后到11月的时候 你回头再去买景色 因为法人已经在帮你买了嘛 你就跟着他的脚步就好了 那现在也可以啊 对他已经回档了 他已经回档了 对回档了 现在买的话 你可能要忍得住寂寞 要忍得住孤单 要度过一季无聊的情况 对对不会孤单啦 因为法人陪你啦 但是真的可能要先寂寞一阵子 不过以后的报酬会很大 因为他这个等到他一翻转以后 你想想看这么多的法人在里面 那只要点两把火那不得了 那两根可能就很很大很大 而且他的骨盆又比较小 不过欣欣刚刚那样看起来 好像他的空间比那么大吧 因为其实该买的 对不对 在带不过欣欣的